大家好,我是東橋的鮑勃 從台灣搬到日本大概已經八年左右的時間 然後成立東京走的橋也是兩年半左右的時間 但好像都沒有認真的講過為什麼喜歡東京 所以在這支影片來分享一下鮑勃喜歡東京的五大理由 影片並不是想要說哪個城市比較好 每個國家跟每個城市都有各自的特色以及讓人喜歡的地方 那鮑勃只是用比較主觀的方式跟大家聊聊自己喜歡東京的理由 1. 適合散步 東京夏天雖然很熱但大概也是熱個兩個月左右 尤其是春天跟秋天這兩個季節氣溫大概只有10-20度左右 非常適合散步 然後東京也熱心到也很多週末的時候也有很多不行者天國 讓你整個走到大街上不用害怕被車撞 另外晚上也相對的安全 所以鮑勃下班後通常也會散個步再回家 東橋七斤製作的散步路線影片 絕大部分都是鮑勃七年來經常散步的路線 當然用散步的方式走走橋橋東京 也是東京走走橋這個名字的由來 2. 交通發達 東京交通超發達 不用開車或騎機車就可以到達大部分的地方 這點讓喜歡探險的鮑勃非常開心 但車站鮑勃多很難規劃路線 這件事情相信不少人都有體驗過 雖然這樣聽起來有點怪 但鮑勃還滿享受複雜的路線規劃 很期待規劃路線的時候可以去到從來沒有去過的站 除了市區交通方便到近郊的幾個景點也很方便 比方說鐮艙、橫濱、穿越可以利用不同的方式快速到達 遠一點的地方比方說香根、松本、河口湖等等 知名景點也都有電車可以到 根據承換案內的網站 東京總共有654個站 而以下幾個車站也是網站拼出來的代表車站 大家去過幾個呢? 東京都的門戶 新幹線列車的聚集地 東京站 東口是購物天堂 西口是超高辦公大樓區的新宿站 年輕人的最愛池袋站 從雨田機場很常經過的超大轉運站、平川站 恩次公園以及藥莊電機站區的上野站 時尚潮流的重鎮、澀谷站 上班族的聚集地超多聚酒屋的新橋站 宅宅天堂秋月園站 常常被旅客遺忘但也是很大的站、北千柱站 東京23區以外有超大公園的麗川站 3. 購物超方便 東京是購物天堂 這裡應該是毋庸置疑 不要再看鮑伯長得跟時尚絕緣 其實我也是蠻愛逛街的 所以超多百貨公司以及購物中心的東京 實在可以滿足鮑伯的物語 根據日本的Namitan網站 東京都總共有144家百貨公司 光是新宿就有25家 當然要寫拼不只有百貨公司 比方像是銀座、表山道的旗艦店 上野的藥莊店、自由自秋、高原寺、夏北澤的小店 或是秋葉原的動漫周邊店或電機行 甚至近郊的唱貨中心 東京可以滿足各種需求的旅客 4. 很觀光 很觀光這個詞聽起來或許有那麼一點點負面 但很觀光 代表政府有好好的去整治以及包裝這些景點 對於旅客來說體驗東京的景點很方便 完全不會日文的人也可以在這些景點暢遊無阻 稍微詳細一點解釋的話 日本的各大車站都會有中英文的旅遊冊子讓大家參考 有時候也會有講英文的義工協助 至於觀光景點內的服務人員也算滿多的 也很乾淨 各個季節都有吸引人的活動 這裡讓包伯喜歡冬季的每個季節 尤其是冬天的燈飾 5. 美食很多 而且不只是日本料理 搬來日本前包伯最喜歡的日本料理是壽司 搬來日本後也是壽司 而且比以前更愛 當然也嘗試了各種不同的日本美食 比方說炸豬排飯 串燒 烏龍麵 天丼 牆麥麵 拉麵 釣魚燒等等 但日本駐酒只吃日本料理也雖膩 日本的英國料理也是很好吃 比方說印度咖哩 法國料理 蛋糕 冰淇淋 以及漢堡 說到漢堡 包伯的外國朋友曾經下了一個蠻有趣的評論 日本好吃的漢堡可能比美國的好吃 因為日本的餐點很精緻 所以他們有辦法把異國料理研發得更好吃 那大家覺得呢 那以上就是包伯喜歡東京的五大理由啦 那比較跟文化相關的部分呢 我們有機會留到下次再講 那大家喜歡東京的理由是什麼呢 我是包伯 大家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